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盪在群山环绕间 深深清悦悠扬 闻者身心呈现完整圆满的状态 这场为期三天的 护明直伏燃灯礼斗大法会 在请神敬坛 宣殊安奉的科语中 展开序幕 我们每一年的2月15日 是太上法军的圣诞 那迎来三天因为组成是太上法军 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时候 举办圣大的法会 第一让信徒参与 第二祈求今年能够 消灾解恶 能够平安如意 这场大法会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由中华道教太医宗 48代宗师 黄言起灯典礼本命元神科语 轻火神燃起酒黄神灯 祈求转祸为福 化灾为祥 点灯在我们道教科语 可通天地神明 了解自身祸福 酒黄神灯在道教经典里面 导弩元经 酒黄真经记载 我们人类本命元神 是北斗九星所主宰 蓝典本命新灯可祈福 必凶灾 古人相信 北斗有主宰人间 吉凶祸福 神老授天的神力 而一般人所认知的北斗七星 实则由北斗九黄心军所组成 云台山大罗金仙府 遵循正统道教经典 相信人的本命神 为北斗九星所主掌 所以特别推出了 绝无仅有的九黄神灯 供民众燃灯祈福 增幅延伸 这个旧黄神灯 我们在点这个当中 跟一般的这个庄庄 它不一样 因为我们尊少让我们 努力它的这个仪式科技 那么发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盛大嘛 要盛大之后我们都要请习 请习后开始就双经 那么在点这个当中的时候 必须要二十四小时 都不能去打花 要有专人去打花 还有我们这个庄庄 它本身参省 有的点料会哄 让它来刻色 那就是本身有这个材货 我们还要加油在里面 不可以等会 有别于一般庙余里 常见的LED灯 这里的九黄神灯及斗灯 遵循着传统的道教科仪 燃起一盏盏的光明 照亮网门的本命元神 信徒可通过燃点油灯或拜斗的科仪 为自己求得福禄 解厄消灾 各司其指的北斗九黄新军 主宰着我们各方面的运途 藉由九盏油灯燃烧的情况 即可看出我们的吉凶祸福 经由法师诵经拜衬 情活点灯 宣书读文等消灾解厄的科仪 祈求盐福寿 改运图 天气补运 我们不管离斗也好 或者是点各式主神 所组造的灯也好 我们采用的是植物油 然后用棉线 我们人当中 以道教的记载里面 它有一个本命性 从油里面它会产生变化 有可能油会变黑 火会大 火会小 这个跟人的本命都有关系 我们三天的仪式里面 有这个诵经拜餐 加上科医的仪式 再加上演法 一天六场的法式 所组合起来的 所以我们三天满满的法式 帮信徒 第一 达到心里里面的慰藉 第二 顶灯的功德 赞扬神的神迹 第三 也帮助祈求 我们在大环境当中不好 或者是两岸的关系 种种我们都会在 这个书里面有写到 新北市石定区的皇帝殿 有着绝美的山景地貌 而云台山大罗金仙甫 就隐身在这山明水秀 崇山峻岭之中 其地理行事悲龙攀踞 应天之急 堪为人间绝佳盛境 镇殿供奉着道教主神 太上老君 东老木工 西王金母 玉皇大天尊 及太乙旧苦天尊 等众多神尊 共同在这七元魂城 浩渺无影的龙脉骑山中 守护着天下葬身 我们在这座山盖了三间庙 那家父因为等会说 这边三明水秀 我们从刘伯温那个庙 往下看的话 山下是一个八卦的形状 所以家父就是以这里 做主庙然后开始建设 然后扒养我们高教太义宗 如今的第四十八代宗师 黄炎 承袭着父亲 道教国宝宗师 皇室的典范及精神 致力于进化人心 洗涤人们的心灵 情义之者 遍及国内外政商界 国际盛名远播 未来也将持续宣扬 传统的道家思想 和老子的智慧 全部大到济世立身的精神